高鐵延伸宜蘭 接下來要設站在哪 似乎已經有點眉目 最快月底前拍板定案 恐怕會掀起一波設置大戰 在地人又怎麼看 我當然會覺得宜蘭站比較好 對 就在市中心會比較方便 建政中心吧 因為我覺得那邊地也滿廣的 羅東的宜蘭一定是當地人最希望的 甚至有宜蘭市的攤商認為 羅東跟礁溪觀光發展成熟 但遊客都不會在宜蘭市多停留 讓他們有種被排外的感覺 目前交通部擬定有四個站點 依序分別是蘭陽溪以北的 郊西四城站 宜蘭站跟縣政中心 最後是蘭陽溪以南的羅東站 鐵道局表示不管選哪個點 行車時間差不多 但四個站點南北差距約20公里 站點越往南 經費越高 也是評估的重點之一 除了當地人關心在地發展 最喜歡來宜蘭的遊客 非雙北居民莫屬 受理哪個點關係到旅遊的便利性 他們又怎麼看 你覺得要設高鐵道設哪比較好 宜蘭 宜蘭跟羅東不適合 就是旅遊已經發展得很好了 其實這四個站點有利有弊 除了經費上的考量 也牽涉到周邊環境 郊西四城站靠近民眾最愛的 郊西溫泉等熱門景點 宜蘭跟羅東本身就是台鐵大站 發展成熟 缺點就是腹地比較小 縣政中心則是臨近宜蘭科學園區 也是縣府最看好的地點之一 因為腹地大空曠 周邊公共設施完善 可以帶動科技發展 吸引產業進駐 民眾跟地方政府 各有不同看法跟考量 但同樣都是希望增加便利性 帶動發展 月底即將減真章 TVBS新聞簡大成 吳宜蘭 宜蘭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